所以你一定要親自做過作業 我一直在強調 你親自做作業 你才會知道課本要怎麼去學習 怎麼去唸 我再跟你講 當然第一章沒什麼 第二章到第八章 全部是只有考 我認為你高中一定會的東西 然後等一下第五章裡面什麼 均方根數數率 平均數率 那些開根號一大堆 數學方程式的都不會考 我再跟你講 第五章後面有關那個 平均數率 均方根數率 那些導出來的很多複雜的公式 那些東西我都不會考你 但是呢 我講過 我在上課講過 譬如說等一下解釋什麼 什麼叫做 平均自由徑 mean free pass 這個可能研究所會考的啦 或是說這些名詞 這些diffusion diffusion這些equation 你不一定要知道 但是呢 現在不用去把它背下來 會導出來 但是呢 你這個turn 我一直在跟你強調 你這個turn 一定要會知道 比如說什麼叫effusion diffusion 過散 你高中學過了 高中學過的這個概念 那這些概念呢 才會考 其他的第五章 後面很複雜 譬如說你第五章後面 很複雜的公式呢 你都不用去把它背下來 第五章很複雜的公式 但是你都不用把它背下來 因為第五章 喔 你還預期 沒有沒有 學姊的 學姊的書 OK 好啦 就是說第五章 怎麼可能 你去買學姊的書 那學姊不想念化學 那個 你說從150頁那裡面有一些 150頁之後有一些複雜的公式 那些東西喔 我大概都不會考你啦 尤其到157頁這些複雜的公式 喔 所謂的不會 大概不是不會考你啦 就是一定不會考你那些公式 你也不用去 立刻搞懂那些公式 但是呢 我如果等一下上課講了一些名詞 你要記下來 這個是 這個這些要記下來 就是這些概念要記下來 尤其這些名詞啊 你一定要記下來 因為你高中都有學過 我先跟你預告一下 這些東西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說 我今天 這個還要去念新的概念 還要去背新的公式 我們化學先暫時不要去 背這些公式 然後第四章裡面 的東西都是高中的東西 沒有什麼好 好 好說的 奇怪 投影機沒開 為什麼投影機沒亮呢 電源沒開 電源沒開是不是 好我們講 第五章 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來看這個氣體 動力學你們高中有學過 它是總電源沒開是不是 可能是總電源沒開吧 總電源怎麼開 OK 好 有了 OK 我們那個 其實我們整個的氣體動力學呢 有一個講一個概念 就是說 其實我們人類在 學習這個整個科學的 概念裡面呢 我講物理化學 化學物理裡面 最主要的一個概念 人類對什麼東西 是 不太能理解的 就從歷史發展 一個就是 能量 就我們科學裡面 第一個要去處理的是 什麼是能量 因為我們 看到這個 能量 我們怎麼去 定義它 那你說我看到能量 什麼叫看到能量 你不會看到能量 你怎麼去定義一個能量 那你說我會不會看到能量 我會看到能量 我就甩它一個巴掌 我甩大力一點 它就 它就嘴巴比較腫 甩小力一點 嘴巴比較不腫 所以人類在學習 定義科學這件事情 從歷史的發展 第一個要定義的就是能量 所以我們感受到譬如說風吹過來 我今天要把一個 車子開動 或是一個輪子這樣走動 我們要去定義能量 所以我們人類 開始在定義的時候就會定義不同的能量 就你們高中 剛開始學說 我說什麼叫動能 動能很容易理解 我今天球投出去 打到你身上 我速度比較快 我眼睛看得到 我可以 眼睛可以感受到那個能量 但是 你今天說 好 我今天覺得很熱 我可以感受到那個能量 可以 所以我們要去定義能量 我們要定義 能量是怎麼來的 那我們說好 我們今天是 能量是 氣體分子撞到我身體這樣感受而來的 那我們也要去定義氣體分子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當我看不到的時候 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到 我要開始定義能量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科學上 我們在這個譜畫裡面 後半段都是在講能量 就是講一個能量的定義 包含我們講的電池 電池也就是一種能量 我們去買天然氣燒 燒出來以後 燒到我們 變成發電廠 發電廠送到你家裡 然後你把它插到這個 車子把車子的插頭插到這個 你家裡的供應 電源供應器或是你去 不管充電站怎麼樣 你把能量怎麼樣 轉換到你的車子過來 那你現在拿早餐在吃 你在那邊吃你那塊麵包你要幹嘛 因為你這個個體你需要能量 你能量你才能吃完之後你才能打人家巴掌 你等一下要打架要推東西要幹嘛都可以 所以我們對於氣體動力學 PV這件事情代表是什麼東西 PV PV就是一個Energy NRT也要把它視為一個Energy T就是Energy 我們今天講的PV也是Energy 所以你今天 你學過高中的時候你學過 看這件事情PV等NRT 它不僅是一個公式 但是呢 它是一個能量的一種表達方式 什麼叫能量的表達方式 我們在學PV等NRT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說我今天我把一個活塞呢 我今天定義一個活塞 我今天有一個活塞在這裡 什麼叫PV等NRT 我今天施以一個壓力在這裡 我施以一個壓力 我這裡面有一大堆氣體 當然如果我今天沒有一個氣體的話 這個東西就不會塞在這裡 那我們這個可以讓你去感受到能量 我跟你講最簡單的就是我們那個腳踏車的打氣的桶 打氣桶在那邊壓壓壓 那 那我今天壓下去以後 我手壓在那裡以後 它 手放開以後那個活塞會 砰就彈出來 那我們現在的汽車 所有的動力 除了現在流行的電能 但是它的馬達也是這樣的一個原理 引擎就是這樣一個原理 我就是 我就是燃燒汽油讓它產生 能量 砰就把它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東西推開 推開以後然後我 帶動轉軸 我讓我的車子跑動 你們今天騎摩托車做公車 那些引擎也就是這樣運作 所以 PV等於NRT 你左邊 PV你把它視為能量 NRT你也把它視為能量 它只是一種 能量的一種表達方式 表達方式 你要這樣子想 所以我們講氣體動力學呢 到後面 講的就是 今天等下講了 2分之3RT 或者是2分之3KT 也就是在 表達一種 能量 我今天在 這個瓶子裡面有多少能量 你可以 可以用這個PV等NRT PV 我今天一大氣壓 體積一升 那我今天呢 裡面是代表多少 能量 那我們 仔細還要去 定義他說 那這個能量是什麼樣的能量 我要去定義什麼樣的能量 所以能量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你今天說 我一個 釉礦 放在一個瓶子裡面 然後我在一個高樓上面 那我說 那這個釉礦放在一個瓶子裡面 我如果從高樓摔下來 砸到人 這個釉礦 一塊釉礦 10公斤的釉礦掉下來 這也是一個能量 會砸死人的對不對 但是你又想說 你想到釉礦 你又想到這可能是核能 這可以來當作核能 那 10公斤的釉礦不僅可以砸死人 還可以去 做那個 原子彈 那放出來能量就不得了 你可以 可能把整個 城市給炸掉 你可以炸到一個大坑 不是砸死你而已 所以你把位能 轉換成動能 可是你那時候有沒有看到一個 一個事情是 你把位能轉換成動能 然後呢 你會砸到一個人的頭 你會把他砸死 但是你如果把 質量轉換成能量 就 1等於mc平方 那把右礦的摔 m的變化你把它轉換成 能量 那個能量是 不是無限大啦 是大到不得了 因為 7的平方很大很大的一個數字 這mc平方你把這個 愛恩斯坦這個 這個 這個公司帶進去的話 那個energy是 很大很大 所以你看到10公斤的右礦在一個高樓上面 你看到的是一個 有好幾個面向的能量 那你今天說那瓶子會不會有位能 也是會有位能 對不對 那你今天再去定義說那瓶子的 二氧化系的健能 你要怎麼去把它定義 對不對 你很多很多不同的能量 所以我們從第五章剛開始 我就講 今天呢 氣體動力學 事實上就是一個 能量的一個 概念 能量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要先了解這個基本的一個 概念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單位搞清楚 這個在這個 我們常用 Tor這個字 所以先把這個Tor這個 好 先把這個 一大氣壓呢 還有一個這個字把它背下來 atmosphere 我聽了嗎 念一次給我聽 at 可以了可以了 atmosphere ok atmosphere atmosphere ok 然後tor就760tor這個大家高中都學過的 那 還有另外一個那個壓力的單位 你常會在那個 那個我們那個壓力表裡面 要搞清楚 很多壓力表裡面 他寫psi per inch square inch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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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美國的 美國的工具才會 全世界現在用psi的 就沒幾個 就是以美國為最大宗 就是 美國現在還要在還在用那個mine 跟 亞 這些東西 還有那個 連英國都是菜市場都用公斤 他們 自己弄的都不用food 一尺多少 一壓多少 你一壓等於幾尺也不太知道 對 三尺呢 一壓大概多長 一壓大概 對 麻啦 一壓 麻啦 然後多少mine 這個 壓力單位一個比較常見的 我們因為我們的那個 以後化學儀器裡面有很多壓力表 他用 就是美國製造的儀器 他是用psi 坦白說我有時候轉換我也還查一下表 大概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一個 最物理界常用的pascale 就是我們講的標準單位 我們化學比較常用的就是這個psi 不是psi就是那個 一大氣壓後760T OK 怎麼走不動呢 OK Pascale就是一個標準單位 標準單位 這個就是一個牛頓 per meter 這個是一個 sci sci的標準 標準單位 就是標準單位 標準單位是牛頓 1公尺牛頓 但是這個就是在物理系比較常 做啦 就是10的5次方 10的5次方 這個 這個還是要記一下 10的5次方Pascale 大概是那個 一個atmosphere 10的5次方 其實我在UC Berkeley有做實驗是做多少的 做10的 8次方 就大概 多少1000還100 1000到1000個大氣壓底下的 那個金格之間的變化 那當時是在做這一部分 那 要記得10的5次方是 一大氣 Pascale 這個 這個 那我們今天的壓力就是面積 乘以這個 力 分之力 面積分之力 這個高中都學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幾個定律 那這個 不會考你 我有時候我都記不得 什麼 Avogadro 跟那個Charles Charles 什麼查理 查理氏定義 Charlie Charles是那個 英國的念法 大部分都是 美國的念法就是 那個 Charlie Charlie跟Charles是同樣的名字 有沒有人叫Charlie Charles Charles是那個 那個 哪個跟哪個成正比 哪個跟哪個成反比 這個 這個呢 我們的 現在看就知道了 我們不需要去記它 哪個是對哪個 我自己都記不得 Anyway 這個東西呢 第一個PV等於NRK 所以那個PV等於K 那在座的 如果PV等於NRK 記不起來的話 請你趕快退這一堂課 這個 NRT PV等於NRK 所以我們今天呢 R是什麼 0.082 OK 0.082 這個我想 考試的時候當然也可以給你 但是 你如果既然要練化學系的話 麻煩你記一下 這個T是要用K 記得273 273這個要記得 這個是絕對 溫度的這個單位 然後N是磨素 這個V呢 是深 然後呢 P 多少大漆啊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 如果說PV等於K對不對 所以PV 如果說我們P跟V固定的話 意思就是 我今天在一個活塞裡面呢 我今天所放的壓力 是固定的時候 V是固定的時候呢 這表示呢 這裡就儲存一份能量 那你就用T來表示 這裡會有一個溫度 對不對 那如果裡面的 總量是固定的時候就一個E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定值 那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能量的一個 概念 就在這個瓶子裡面 或是這個活塞裡面 那我今天要改變它的 P的話 我一定要怎麼樣 改變它的V嘛 我才能維持這個定值嘛 就是說我今天呢這個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種不同的 值啊 無限多種值 在這個 底下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 PV等於NRT呢是這樣子 我們PV做圖呢 一定會是得到一個Constant 如果我們固定 N跟固定T 所以我們在這個 P跟V底下呢 定值底下呢 我們這個是什麼T2 這個是T1 所以這個是不同的 這個Curve一定要搞清楚 我們之後還會再 繼續講 就是說 這個呢 到第九章的時候 我們會很仔細講這個這件事情 PV呢 在這一條線上走的時候呢 是 能量是一樣的 對不對 PV在這一條線上走的時候 能量會是一樣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氣體的 氣體的這個 總量固定 我溫度呢是固定的時候 PV是固定的時候 但是呢我P 或V 我是可以有不同的 數字 對不對 我可以是 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大氣壓 一升 或是一大氣壓 22.4升好了 那我們今天一大氣壓22.4升 那我們可不可以兩大氣壓11.2升 可以啊 那乘起來還是這個數字嘛 因為我也可以四大氣壓 然後在 22.4升除以4是多少 5.6 我可以5.6乘以4 我也可以多少 就是11.2乘以2 我也可以那個 0.5乘以 44.8 對不對 我這些數字我乘起來呢 我的溫度都會在固定在那裡 我的溫度都會固定在那裡 但是呢 我們之後呢 上課 就是之後呢 會在這一點上面討論很多 就是我如果從 一個點走到另外一個點 我能不能走得到 走得到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哦 我如果從 11.2要走到22.4 我從兩大氣壓要走到一大氣啊 我可以不可以走 我 因為我能量都不變啊 我可以不可以走得到 你們有沒有聽 聽我仔細聽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說我今天呢 從 22.4 假設我今天是1摩爾 的氣體 好我們今天不要那麼複雜好了 我們今天是1ATM 1L 的氣體在這裡 那我一個假設我今天是在這裡 那我我我可以不可以0.5 2L 來他也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我今天可以不可以 10 10分之1 也可以啊 所以 基本上我在這一條線上隨便走的時候呢 我在這一條線上隨便走的時候 我整個的 能量是不會改變的 我再強調一遍 我在這一條線上所有的點 他的能量是不變的 是一樣的 只要我溫度 不要變 只要我溫度不要變 那我溫度要不要變的話 我一定是要在這個PV成定值的情況比較 在這一條線上走 這樣有聽懂嗎 我在這一條線上的任何一個點 我在這一條線上的任何一個點 他的PV呢是定值的 也意思就是他的溫度是定值的 這個大家知道 除非我跳來這些不同的 不同的溫度點 所以每一個PV的定值代表一份能量 這個是一樣的能量在這裡走 所以我們之後會去討論 這一條線 真的可以這樣子走嗎 事實上是做不到 也做得到也做不到 這就是樂力學的奧妙之初 就是後面要討論 很深的 最難懂 我覺得科學裡面最難懂 這個還可以扯到人生 柯文哲之前2014在競選的時候 還講到這個定律 這個叫entropy 你要在這一條線上走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做得到 在真實的人生裡面是做不到 但是 在定律裡面是做得到 在科學上 實際上做不到 但是呢 定義上是做得到 這講的意思是說 絕對零度達得到嗎 零達不到 但是我們是有定義到零 什麼叫零 零是達不到的 那個 極限點就是溫度是零 是什麼定義 那溫度是零我們要去定義他 那之後我們帶來說 所以我們今天一旦有溫度 你一旦有溫度任何一個東西 一旦你可以測到溫度 一旦你給他一個溫度 那他就是有一份能量 所以PV 是 代表一個溫度 那有溫度就是有能量 要有能量就是 我們就是給他一個溫度 溫度就是能量的指標 你這樣子想 能量呢是我們可以感受得到的 但是呢溫度是一個 科學上我們給他一個數字的定義 這樣了解嗎 溫度那個數字呢是 科學上我們也給他一個數字上的定義 就是說好那我今天從零開始 那零是什麼 零是代表 萬物皆無 大家都停在那裡不動 那就是零 而且要在完美狀況 不是說分子在那邊不動 我就叫零 我是他原本 萬物上帝在創造的時候 的原始狀態 大家都不動的時候 那就是零 那這個以後我們再去說 這個還蠻哲學的 以後我們再談 但是我們現在在講 任何有溫度的東西就是 任何有溫度的東西 就是有能量 所以你要從這裡跳到這裡 就是表示他有能量的變化 所以我們PV等於NRT呢 這個PV是定值 如果N跟T固定的時候 然後呢 V跟T呢 成正比還反比 如果N跟P固定的時候 PV跟T要成什麼 正比 P跟T也是成正比 所以壓力越 大溫度越高 如果N跟T V的話固定的時候 然後體積變大呢 體積變大呢 N跟T呢 NRT 體積變大的時候呢 溫度也會變高 如果這兩個固定 N變大的時候呢 PV也會變大 就量變多的時候 能量當然變多 PV就變大 所以這幾個正比反比的公式呢 高中 一定有考過 而且一定有學過 一定有學過 所以我們今天呢 什麼Boyer Law Avocable Law 這些 就是這一部分在講 沒有什麼好 這個怪聲又來了 奇怪了 這是什麼發生的呢 有誰可以找出原因 為什麼不 找出原因A家 蛤 找出原因A家 什麼 什麼A家 找出原因A家 其實這個應該不難找出原因 因為 第一個他為什麼45分以後才 才開始發出第一個聲響 這個很奇怪 對不對 為什麼是45分以後 而不是說一打開就有 是 它是需要音量 那可見可能不是從 這邊來的嘛對不對 好啦這個我們很快帶過去 所以今天呢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 PV呢 乘Constant 這個叫Boyer Law 這個高中都學過了 OK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個概念 今天呢 PV 那我們今天在固定的P底下的話 如果我們P呢 越來越大分子越來越靠近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 這個呢 體積變成比較小的時候呢 分子分子間的作用力就變大 分子分子間的作用力變大 那可能呢 它就是不會符合這個 PV的NRT 那我們最後面還要修正 還要修正 那這個 這一張的最後面有講這個 修正的公式 那這個我們先 跳過去不講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PV的NRT 底下呢 我們必須要 瞭解一個字叫idea gas idea gas不是 不是那個 什麼 理想氣體啊 這樣發呢 什麼叫理想氣體啊 什麼真實氣體 氣體就氣體 這real gas 意思就是說 idea gas 是follow這個PV等NRT的氣體定律 就是我們假設 它的 氣體的不佔體積啊 完全不佔體積 那什麼叫不佔體積呢 我們今天在 一大氣壓底下譬如說蛋跟氧啊 之間的距離很寬啊 在我們現在 這個空氣裡面這個蛋跟氧 這個距離很寬 但是你想想看我 可以去倒一些液態蛋來給你們看 那液態蛋一杯啊 這樣子 裡面呢 可能一公 一公斤好了那個液態蛋呢 你把它帶下去一下子就不見了 意思就是 液態蛋是 蛋跟氧的分子是很靠近很靠近 那個你當你 氣體壓力越來越大 然後呢 分子分子之間的 距離越來近 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你將近快要到液體 你想想看 那時候會不會符合PV的NRT 那時候就是不會符合PV的NRT 所以當你分子分子間的距離越來越靠近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 就 不是 我們這裡定義的所謂的理想氣體的定律 所以理想氣體這個 這個字呢把它 記下來叫Ideagast 這個是Ideagast 我們這個才會符合這樣的一個 一個情況 那我們今天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這個 壓力 跟那個 分子分子之間的距離呢 越來越 變成越來越窄的時候呢 啊 越來越窄的時候呢 我們今天呢 整個呢 它的這個 PV的NRT就不太會符合 不太會符合 所以我們今天看 當我們這個 一 摩爾 的氣體呢 我們的標準氣體呢 是不是22.4升呢 但是事實上呢 會隨著不同的分子 會有變化 如果說是CO2的話 它會分子比較大 然後呢 之間 分子分子之間的吸引力 大或小 它會有 呈現一種變化 所以這個 這個的話 你如果說我們今天的氣體的分子 更大 譬如說酒精氣體啊什麼的 當你分子分子之間的這個 距離越來越短的時候呢 你今天的interaction 就是你今天 交互的作用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越來越脫離這個 idea gas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個修正 你必須要做一個修正 所以我們今天 看一下這個是一個 啊 這是一個22.4升 所以你壓力小的時候呢 你再符合 22.4升了 比較符合22.4升 那事實上你 你要看你的氣體總量 如果你氣體總量很小 那當然 壓力又小 那當然它比較符合22.4升 那這個是一個 概念你們知道就好了 OK 那我們今天呢 那K等於273.2 這個是 definition 這個是 definition 這個273 就273 273 你把它這個 這間鎮做實驗的時候是這樣子 這個是定義啊 我們叫做定義 這個是一個定義啊 這是一個定義啊 這個不是 我上次問你們的問題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定義 就是代表一個沒有能量的狀況 我們叫絕對零度 那從樂力學的第三定義 我們重新定義就是 世界上的萬物在它的完全 完美狀況 那就是 完全不動的情況底下就是一個 絕對零度 就是說我今天 一塊 石墨好了 碳 我們講一塊石墨 我們溫度可以降到絕對零度的狀態底下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所有的分子 都在它完美的 一模偶的分子 每一顆都是在它完美的 距離完美的 位置上面 這個叫絕對零度 只要有任何一顆原子 偏離它的 完美金格 這時候就有溫度 這講起來有一點懸 但是呢 我們這麼說 什麼叫絕對零度呢 絕對零度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氧氣 處於絕對零度 你會想像是什麼樣的狀態 你說氧氣 以後我們還會講 這個 氧氣要怎麼去 氧氣實際上是 氧氣什麼顏色你知道嗎 藍色 你可以抓氧氣下來 做實驗抓氧氣下來 這很容易 你去拿一瓶氧氣 純的氧氣 拿一個氮氣 液態氮 就是實驗室外面 然後你拿一個管子 然後就一直通氧氣 把它充滿飽和的氧氣 那個管子就充滿飽和的 實驗室都可以做 那你就把它通過這個氮氣的 這個液態氮的這個溫度 底下 因為氧氣的溫度比較高 高一點 所以 液態氮的溫度可以把氧氣給 抓下來 就液態氧的溫度比較高一點 所以通過液態氮的溫度 你就可以把氧氣抓下來 所以你大概收集個 你要放個 你就把氧一直通過去通過去 大概再收集個一兩個小時 你就看到底下 會有幾滴藍藍的東西 那是液態氧 當然你去買液態氧 那個應該會很貴 那你去買純粹的氧氣倒是不貴 所以你今天就可以看到藍色 那為什麼是藍色以後再跟你說 那我們今天講說氧氣在絕對零度底下 要怎麼去 什麼樣的狀況 你可以想一下 什麼叫絕對零度 就是所有的氧分子 在處於一個固體的狀態 它必須要形成一個 完美的金格 那你說 老師我也不知道氧氣的完美金格 坦白我跟你講 我也不知道氧氣的完美金格 就是說你說你這個人長得太完美了 完美無缺 什麼叫完美無缺 你長得太帥了 有嗎 你有覺得自己很帥嗎 你這個人很謙虛 我只有有一點帥而已 OK好 你是要這樣講嗎 還是 OK 好啦 我就跟你講說什麼叫完美狀態 這個我們後面再講 但是呢 我們今天講定義這個273 這個是一個定義 這個是一個定義 這是樂力學上面一個定義 就是一個能量上面一個定義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Charles Rowe 就是V跟T乘正比 這個是高中也學過 這個我們就趕快跳過去 V跟T乘正比 OK 好 這個字 那個維基恩也要學Proportional 正比 會不會唸 Proportional Nor 這個 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還有一個就是說 一個是dependent dependent on 或是dependent on 或是independent 就是跟這個無關 我們用英文單字叫independent 獨立 台灣independent 台灣是獨立的國家 independent dependent就是 依靠 就是dependent 就是V depend on T 對不對 然後或是V independent on T 這個以後你在科學上常常會聽到這個字 所以是用一個dependent跟independent來 從中文的翻譯就是有關或無關 就是我今天是成正比 然後是proportional proportional就是一個 正比的關係 然後你跟dependent on 譬如說P depend on V and T 就是他跟V跟T都有關 就是跟這兩個因素有關 那沒有跟你講是proportional proportional的意思是一個正比的關係 正比的關係 這兩個是要搞清楚 一個是dependent on 這個很多很多那個 就是解釋題 就是說這個 公式裡面說這個V depend on T independent on V 這個這個 考試可能會有這種 這種描述 所以你要知道 這兩個字要 這個這個字一定要記下來 這個字也要記下來 absolute 絕對零度 absolute zero abso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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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過三次了一定要 把嘴巴唸出來 然後呢 這個不記的話你就不要考試 constant constant constant就是一個定值 一個 這個 proportional constant 一個定值 那Kelvin這個字 當然大家知道 Kelvin 這是一個名字 有沒有人叫Kelvin 然後V跟N成正比 幾基跟莫爾素成正比 這個也不用 不用那個 解釋了 所以你要 你要把這個英文單字 通通 應該是說看過你就知道才講 this equation stays like for or gas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the pressure that valent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more of gas ok 我們在高中在上課的時候 v跟n成正比 可是他這個整個描述 this equation stays for a gas at the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the pressure the valent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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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number of more of gas ok 你這樣可以念得很順嗎 directorly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more of the gas 可以啊 ok 好啦 這個 這個表整理出來 這高中的表 ok 沒有什麼 好 說的 ok 這高中裡面的表 這個 把它記下來 高中裡面的這個表 這個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這個 回去再多練習幾題 為什麼我會先出題目 再給你們做就是 我知道你們會做的 所以 不需要那個 所以今天上課可以很快帶過去 所以我們今天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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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題目 a sample of hydrogen gas have a valent 什麼 8.56 這個liter at the temperature of zero degree and the pressure of 1.5 calculate the more of H2 present in this gas sample 然後就帶這個公式下去 ok 0.082 你要記也可以的 不記也可以 我 考試會把它列在上面 0.082 1.5 8.56 273k ok 這個呢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都是代公式 ok 這個都代公式 這個公式一定要熟記 所以我們這個 P1 V1等於P2 V2 就是在N跟T不變底下的話 我們這個PV呢 會成一個定值 所以你今天呢 變其中的一項 你就可以來變化這個 算出不同的 另外一項 你變V就可以算出另外一個P 就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很快可以帶過去 然後呢 這裡呢 也是一樣 這個回去 我再出幾題大家做一做 反正半小時就做完了 再出個 認真做一下有什麼關係 因為第五章就可以不用準備了 你這樣懂嗎 所以你可以專注怎麼樣 專注那個 把英文越念越長 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在這個 第一次其中考之前呢 把 你本來英文你可能 只有念三行 你知道第四行第五行你就 哦頭都昏了 開始想睡覺 你之後呢 你把 英文課本當作 小說在念 這樣子 ok 好啦 這個 這個 這些題目呢 我想這些題目呢 都是高中 Exactly高中的題目 就是我們如何去算那個 算這個PV.NRT的公司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另外一個term 叫STP 叫0度C的一大氣壓底下 我們叫STP 所以這是22.4升 大概 大概22.4升 這個高中也有背過 就是我們在一模 Molar Valium 就是Molar體積是22.4升 就是在這個0度C跟一大氣壓底下 這個麻煩大家 也把它這個英文單字記一下 把這個英文單字也記一下 那當然啦 這些有出現的 英文單字拜託背一下好不好 ammonia carbon dioxide argon hylion hydrogen nitrogen oxygen OK 我希望第一次考試 這些字 大家寫得出來好不好 這些字 這些字你考不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你這些字 你就你就你就硬背你也把它背下來 我當然不希望說你第一次集中考 oxygen拼不出來 拼不出來去題目裡面找也可以找得到這個字 有聽聽懂嗎 我寫O2你寫不出oxygen 結果你去題目裡面找也可以找得出來oxygen這個字吧 這個 這個 讀完化學不會念oxygen這個就有一點太扯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這些東西呢這個PV等NRT好 然後最後一個 所以我們N呢 我們呢也可以把它換一下這個molar mass分之D 這一個呢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這個 Gas density 然後呢 per liter這個 可以把它 這個 拿過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 換成這樣的 一個公式 這個高中也都有學過吧 因為體積 體積分之這個 這個 總量呢就是密度 就是密度 那事實上也就是N那個N的轉換一個方式 N的一種轉換方式而已 就是把N轉換成這個密度 這樣的一個轉換公式這個高中都有學過 這個公式也麻煩大家把高中課本拿出來 看一下高中有這個公式吧 有啦怎麼會沒有高中一定有啦 所以 所以不會的話把高中的這個公式拿出來 好我們休息一下吧 那個 這樣好了 中午呢請你們吃披薩 會 你們不要去買東西 不要去買東西為什麼會點你 我剛好沒吃早餐 謝謝你 不原來你的歌我沒吃早餐 沒有啦我跟你講 主要是不要你們去中午去訂便當了 OK 對 因為今天的點名狀況我看幾個人 簽到 欸你們為什麼不簽呢 來不及了我告訴你喔 沒有你知道不然我為什麼要簽到 你以為我真的要點名嗎 我是要算買幾個披薩你懂嗎 我跟你講啦 我是跟你講實話 我是為了算幾個披薩我才點名 本人是不會用點名來 來那個 那個CAKE 我一定要點名 來你的算你的成績 蛤 不是啦因為我怕你們多買了午餐 好啦 休息一下吧 我還要不要 我大概是 你應該沒說 你應該來你的 配合 我也是 吃東西 我也是 最喜歡的 越來越 你要不要 找開 那 我不 早 我 不是 Bene 他 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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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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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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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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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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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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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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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